黄宗熙定律是由当代学者秦辉先生在其论文《并税是改革》 与黄宗熙定律中根据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 黄宗熙对于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并税改革的规律下 综合归纳而成的反映中原王朝税制改革 在一定制度和社会条件下支配着王朝兴衰的一种法则 简单来讲,就是传统中原王朝之赋税改革 将之前的正税与各种摊派合并征收 然而时过境迁,由于财政需要再次另行摊派与附加 导致不同迷目的赋税被反复叠加征收 从而造成历史赋税改革 每改革一次,赋税就加重一次的这么一种现象 黄宗熙在民意待访录中 认真反思了中原王朝唐宋元明以来历史之赋税制度 并认为,天下之父日增,而后之未明者日困于钱 以致百姓苦于报税之三害 其中,有积累莫返之害 有所税非所出之害 有田土无等地之害 政府每次并税都会催生出一轮新的增税高潮 百姓负担不断加重 黄宗熙对于传统帝国千年以来财政等问题的研究与评论 堪称相当精辟,即使在当今看来也颇具价值 而对于帝国来讲,军事决定于财政 财政又受制于制度 制度产生思想 文明眼镜必须以历史认同 文明之间的互相刺激 以及长时间经验积累作为依据 历史人物塑造历史 原不及传统厚重 因此在这期节目 我们就顺着中原王朝从唐至清的财政脉络 来考察这种关键要素 是如何左右并驱动一个王朝的政治与军国运输 传统中原王朝的赋税征收 历来都有民税轻、暗税重、恒征杂派之弊端 随着中央政府财政费用的刚性增长 导致科捐杂税重生 而税收耗陷和官吏贪污 又为历代专制政府在财政收入上难以克服之问题 中原王朝历史上 至少发生过四次比较重大的并税改革 最早一次发生在唐代中期 唐出税制分为田租、戴易经和户吊三个部分 其目的为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吊、有申则有佣 租出户、佣出捐、吊出增矿不麻 从而被称为租佣吊制度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宰相扬言进行两税法改革 将租佣吊正税外 新出现之地税、付税与正税合并 并根据占有田地的数量征收下秋两税 而取消其他杂税 于是虽租佣吊之民混不见 但其实并佣吊而入于租 一并于两税之内一体征收 实际付税并未减少 此项制度向言致送 中晚堂时翻证歌剧 中央对地方用兵两税之外杂税风起 柳宗元与捕蛇者说 描写当时科间杂税甚于毒蛇猛兽之害 以至于民不聊生 而成为唐王朝衰落 进而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 宋代税制称二税 以为夏秋两季征收 性质与唐代两税基本相同 但统治者却故意混淆这种已含人头税 与户税的复合税制与填租之区别 在二税之外 又开征丁申前米之新人头税 除此以外 又出现如支宜、折变等变相增税措施 并令百姓服差役之杂变支付 更是层出不穷 神宗新宁二年公元1069年 王安石变法 以贫富为标准将名户分为五等 按等征收免疫前 政府用此前雇人应议 而不再征派差役 此举甚得民心 此为中原王朝历史上第二次并税 但不久发生原又更化 各项新法被废制 科捐杂税又不断涌现 以至于后世史学家称 有宋一代究竟有多少科捐杂税 已无法具体统计 到了明代 朝廷在二税 丁口税和各种杂税之外 又加征劳役和代役金 万历九年 公元1581年 张居正实行一条编法改革 将税粮、丁口税、差役和所有杂税 并归一处 折银征收 并将每十年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 分摊到十年的正税中征收 实际上是把银、利二差 再一次归并到两税之内 一条编法推行以后 中央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但新法实行不到四十年 因辽东战事爆起 各种田赋家派又分治塌来 从而出现了边外有边 条外有条的现象 天启、崇祯年间 朝廷先后家派三想 其中辽想五百万两 脚想九百万两 与炼想七百三十万两 户部上书宁元禄 又把三想归并为一 再一次把杂派并入两税之中 也正是由于三想家派 从而成为促使明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 清初时期 清廷丁定赋议全书 取消了明末的部分滥争 但不久后也开始大搞家派 不仅在正税之上家派 如鼠号、雀号、火号等杂税 而且在杂税之外 更是杂外有杂、税外有税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 集市中许承轩在上书中称 今日之农不苦于富 而苦于富外之富 不苦于差 而苦于差外之差 之后康熙皇帝于五十一年搬领 今后滋生人丁 永不家父 在一定程度减轻了百姓负担 但也令帝国的财政政策趋于僵化 此后雍正皇帝于五年 在全国时新 丁瑶与帝父合而为一 明纳帝丁之外别无瑶役的 贪丁入地与耗陷归功制度 但实际政策也不过是 明代一条编法的又一次重复 因而此法有清代一条编法之说 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杜绝科捐杂税 利益或人丁负担 不久就在合并后的地丁营之外重复出现 直至晚清时期 朝廷仍然按照地丁属地 拆咬属人的原则征收赋税 后到民国 人头税仍然是地方在田赋之外 经常征收的一种杂税 总而言之 中原王朝一次次并税改革 又一次次重复征收 从唐人的两税之法 到明代张居正的税制改革 直至清朝作用越来越不明显 引发新杂税越来越快 每轮并税和周期也越来越短 考察历史 中原王朝能稍微规避烂争者 仅有春秋战国至汉初 北朝至唐初 即五代南方各国 其或为列国或为封建家 郡县杂柔建制 而大一统后 记录无补恶劣 其程度与官僚国家扩张成正比 中原王朝税收去向大敌有二 其一为官奉 其二为君饷 自秦智确立天下事 无大小结局于上的原则以来 皇权专制始终是 传统政治的唯一核心 又由于中原王朝 广土众民居住分散 这就意味着在政治结构上 帝国必须依赖庞大的行政体系 包括众多的行政机构 专职官吏和职业军人构成的 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 具有无限扩展 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的 无限政府 而达到管控整个社会的目的 于是官奉军饷 便成为历代财政中 数一数二之大项开支 据记载唐代财政支出中 最多者兵资 次多者官奉 其余杂费 实不当二世之一 宋人蔡香也认为宋代 兵龙伟大 其次又有官容 明代同样使国家经费 莫大于录像 清代亦是如此 此两项已成为 皇权专制社会之不治之政 自宋以来 皇权专制走向极端 之后历代王朝 为强化军权而不断分散削弱 各级官僚机构的事权 使之上下相置 内外相推 跌床驾屋 从而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 不断扩充 经常有 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 时长八九 又有一职数官 一官数职之种种乱象 因此帝国的赋税不断提高 但财政却仍出现 严重入不复出的局面 其中官容 导致财政支出规模 直线上升 为其重要原因 另由于传统中原王朝 政权历史上 只建制到县 而县以下 往往又所辖几百个乡部等 并且编户其民 家资拮据 经济分散 一县之中 公差有限 从而税力 哀护征税之成本极高 因此 地方未完成 帝国征税目标 在正义税官之外 又常设邦义 之后邦义之外 再加百亿 但强征上来的两米 除去库存 备债应急 转运于国家军需之外 所剩之资 也勉强紧购 县衙差役日常开销而已 由此行程 征税成本越高 今天差役就越多 上到朝廷大园 下到地方茉莉 又接中宝私囊 层层盘剥 吃拿卡药 但仍旧入不复出的恶性循环 科捐杂税由此层出不穷 另外 往往每逢王朝后期 立志就愈加腐败 十载明末 巡暗盘查 仿集 溃衣 蟹剑 多者二三万斤 国家潜一番寻风 天下便家派百余万 在重税之下 百姓便会选择将土地变卖于官家 富户 为其店户 造成流离人口越来越多 各种案件与社会不稳定因素 也相应急剧增加 因此基层地方也就有越多的理由 添加捕快 狱卒 门子 酷兵等一杆杂役来稳定社会 外加正应长官的三班牙役 及六房疏力 私利 及典利 与站班跟班之造力 师爷 长随等等人员 美线之中 国家干部吃财政饭的人员 经常少则余千 多则过万 随着官吏公差人数增加 相应的漏归便会增大份额 或是新添漏归 否则人员就难以安置 之后层层孝敬 各级政府天丁进口 皆大欢喜 这些成本自然由盘剥百姓承担 尤其唐宋以后 皇权专制对百姓 及处置其一切财产 与夺生杀的天然权力 发展到赤裸裸的程度 毫无限制的权力体制 通过赴税 税外加税 费外加费等五花八门 无其不有 简单粗暴的形式 不仅如鼠号 雀号 火号之类 无法量化的荒唐名目 进行暗中盘剥 并且利用净确制度 和盐 铁 茶 酒 醋客的垄断权 进行公开掠夺 同时利用采办 禁域 上贡 彩造 制造 财募等机会 无偿征调 和占有民间财富 来供养愈加不受限制 且不断恶性膨胀的官僚系统 整个官僚机器上下皆依附于皇权 官员之间之相互利益也盘根错节 于是 并税改革就只能在保持已有的 税费征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改革 百姓之付税负担总为既定 得不到任何减轻 因此 这些所谓的改革 也只不过是相对减少了 各层官僚中饱私囊的机会 令百姓在寻书阅送无休息的恒征暴脸下 能够在流氓寻力 频繁上门骚扰中 勉强喘一口气而已 老翁于抢走 老妇出门看 利呼亦何怒 夫提亦何苦 度公布之三立三别 不可不督 由此可见 黄宗希定律之一大特点即为 由于帝国存在着占统治人口绝大多数的 毫无抵抗力的编户齐民 所以无论改革设计者的初衷如何 最终所有有能力之利益集团 都会以并税、减税 这样欺负百姓没文化的文字游戏的压榨方式 把要钱方向直指最软弱的顺民 而王朝之初所谓的清摇伯父 与民休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因为皇帝的英明 而是由于帝国草创 无论军制、官僚体系 以及人丁皆需阴漏就简 帝国于是也只能将被战争践踏的 千里赤地的肯荒权下放于民众 为此才能令帝国财政渡过难关 这不仅不会激起所剩无几的士族的反抗 反而会获得残民的感激 由此可见 所谓帝国初期皇帝的开明 也只不过是皇帝赶上了好的时代 中国历史 特别是唐代以后的历史 就是绕着小政府到大政府引发的财政、政治危机 再到并税式改革之后 又有更大的财政、政治危机 最终灭亡的这样一个 治与乱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在王朝内部不断演进的过程 而中原王朝异族政权的情况则会稍好些 国家财政义务由郡县顺民承担 军事责任由贵族武士肩负 两者互不同属 且仅以共同效忠皇室为连接点 部族武士与郡县顺民之种族大抵都有多重来源 并能形成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 如北朝有鲜卑六镇贵族 与佛门僧侣之君职神职均和政体 辽人有七单五世和渤海高丽的部落联盟 惊人意大抵如此 原人部落封建与内地行省兼而有之 满清涉及国际体系在此不做概括 总而言之 一个国家的多元性越强 互相节制制造的稳定性就越高 而单纯的二元体制 则很容易退化为统治者对顺民的掠夺 以及士大夫对体制的腐化 仅此一点就足以妨碍良性秩序的存在 关于这点 我们已经在南北朝僧侣佛门一期节目中讲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回看 传统中原王朝财政预算皆为量入为初 每个部分皆有固定款项 如赈灾、曹运、官奉等尚且能勉强支应 而帝国的机动开支 如应对战争的准备 则就显得相当捉襟见肘 军队驻守原地 其良想有固定来源 一旦军队开拔 无论作战与否 单论行军就需额外开支 战事稍微拖延 储备就会告庆 军事行动为迫在眉睫之大事 前梁必须迅速就位 因此大多数情况下 帝国只能拆东补西或额外筹措 中晚唐安始之乱后 长安政权将和硕三镇 引为敌国 帝国军队养命东南 作用调财政无以为继 扬言用两税之法 垄断盐、茶等重要消费品之转运销售 以间接税取代直接税 凡消费区无不适时纳税于长安 故朝廷必争之地 往往在于贸易据点及商务运道 因此之后李肃以诈力取无缘济至蔡州 收复淮西藩镇 确保了淮南至宣武的运道安全 又有牛曾如外交政策下 不再劳民伤财干预和硕内政 从而保证了长安政权 与卢龙数十年之友好关系 从此淮南至宣武 长安至宴济 只严查商路畅通 才得以为礼堂续命 严税收益即为官兵响赢 因此官兵之一大任务 即为保证官员垄断 顺民消费者向官方支付专卖高价 换得一时太平 反过来又催生出 严稍必须拥有武装力量 对抗官府围剿 由此 唐木严稍江湖构成官方之外 最大组织资源 在动乱时期 黄先知、黄朝等严稍 皆纷纷逐鹿问鼎于中原 这一切皆非历史偶然 北宋时期 朝廷每年挪用变法之轻描巨资 填补战争经费 对西夏前线战事 从何谎延伸至陕北 以米架十倍于内地养兵 但战争能力取决于民德民情 司马温公也不得不承认 耕商之民不惜战斗 以至于战事千言日久 西军始终无法战胜党项 但身家却比党项五十金贵 前有 谭冤之门本是宋廷之胜利 而宋廖在雄州开雀场护士 却间接导致了河北防御体系的废弛 因此 宋廷只能对外以金箔收买契丹 却把双方和气生财 队内以怀柔招安流寇 但愿化贼为民 不生事端 而这些财博 皆从小农顺民而出 正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补路无师孩 后有对党下的战争 本是宋人之败笔 却直接培养和维持了中士 无视兄弟和韩世忠的西军体系 两宋仓皇板荡之际 虽然迷肺巨大 但军事传统几乎完全仰仗西军维系 而尊王攘夷之口号 只能在士大夫团体操控之下 发挥内部文宣作用 宋廷之经济理性 作为宴战顺民之代理人 而贯穿两宋全局 随着党争的起伏而反复心扉 无论其实践效果如何 仅仅因为政策的反复无常 就足以将帝国消磨殆尽 明廷维系朝廷百官和九边将士的开支 皆依赖于江南财富 为前置蒙古 朝廷政治根本由永乐皇帝奠定于北京 朝鲜侠蒙古于侧义 又以辽东女真互为犄角 因此朝鲜名为藩属 实为明廷之公骨 其战略价值不可为不重 之后丰臣秀急入侵 撕裂辽东安全体系 因此帝国在对日战争中不惜代价 弥废俱资 以至于经张屈正一条边变法 积攒至国库存盈 几乎消耗殆尽 随着朝鲜的衰落 后今便应运崛起 由此而引出辽东战事无穷期的因素 朝廷不得已又在正税之外加派三项 当明廷将大部分精锐部队与军饷 向辽东集中期待离亭扫炫的过程中 却不可避免了引起 沿边百姓无法承受至恶性通货膨胀 从此边势大坏 军事体系随着财政的崩溃相继瓦解 当崇祯眉山之后 参与将领纷纷放弃防区 向江南响员聚集 南下旧时也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五湖时期 晋士之所以能够南迁而保有半壁江山 正是由于张州 顾禄等江南豪族 冰凉族辈 自身地位强大到族可以联合王谢二族 将司马氏玩弄于股掌之上 因此才会有东晋君臣同仇敌忾 逐潜秦于肥水 而明廷的两浙士生自身并无武装 只能服从于朝廷的两项分配体系 南明朝廷仰赖的孙可望 李定国的大西残军又比李自成更加激进 其将殿农编入银庄实施军事化管理 要求对粮食颗粒归功 农民私藏一粒卖穗 皆需处死 南明朝廷在畏取的士生阶级信任之时 却成功地唤醒了他们的恐惧 当其发现南明分配疏松良想的手段 还不如满清征服者之时 最终也只能相继倒戈内向 清朝晚期之清晰制度则高度有别于历代华裔秩序 南京条约的签订减少了中间商与经手官吏的舞弊行进 越海关财政的不减反增令清廷颇掘意外 但经太平天国之乱 江南核心地区财政与人口皆遭致命打击 其损失远超明清交接之际 之后财政大头只能仰仗欧洲贷款维持 远东秩序在列强干预下 很大程度避免了传统中原王朝流寇战争的灭绝性洗地 自此清廷日益从属于大英帝国塑造的世界体系 与此同时又逢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皇帝逃离北京 就当时中原王朝主流政治伦理而言 战争的破坏 条约的特权与割地赔款 皆不是对清廷的最大刺激 因为依照中原王朝之传统逻辑 征服者通常会将前朝故地 以为平地或另立傀儡政权 但令清廷惊讶的是 列强不但对库存白银秋毫无犯 甚至履约撤退 从此清廷视列强为合理交涉对象 自1861年至1908年 清廷将海关税务总司 交由英国人赫德掌管达半世纪之久 在当时因为国之根本的关税事项 官吏循私腐败之事 在英国人掌管之下几乎禁绝 运转制度也建与世界河流 清廷为表赫德之功 封其太子少保 上代花林或三代一品封典 并称之为可以信赖的顾问 于是不仅上海香港这些 在列强直接统治的地区 经济繁荣至极 甚至在编户其民保存 最完整的内地18省 其地方团体之昌盛 也为宋元明以来历代罕见 因此之后逢庚子之乱 才能有各地都府互保条约 维持东南经济重心区域之稳定 故有学者认为 此不为是西方列强文明秩序输入东亚大陆之功 亦是倾听尚有满蒙武士同盟 满蒙藏宗教联盟 与中原18省 加回江编户其民之多元均和政体之遗风残存 才能接受与列强经济共治 因此即便在王朝覆灭之时 也能为国家保有一些体灭与元气 正如我们开头所讲 军事决定于财政 财政又受制于制度 制度产生思想 自清帝国晚清改革开放以来 其政策始终为一张一尺 在其宽松之时 清廷甚至可以将开放口岸 延伸至武昌长江腹地 这就让诸如郭松涛 黄尊县等开明大臣产生了幻觉 以为可以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 甚至要求效法西方改变制度 但当庚子之乱慈禧 误认为列强要求其交规政权 威胁统治之时 又会以不惜瓦解李鸿章的 香怀军事集团为代价 而将权力在满清最后十年 重新收归于满猛清贵手中 在随后 庚子培管令帝国财政几近破产之下 慈禧太后又会效法日本立宪 尝试重新融入国际秩序 知识分子此刻又一次丧失了判断能力 误以为自己已经是帝国共同体的一部分 但立宪皇族内阁中多数的清贵成员 再次明确地告诉天下帝国属于皇室 清廷就在这样一轮轮地反复折腾之下 逢革命来临之际 也就势必颠扑 就中原王朝大多数时间段而言 经济逻辑与历史演变皆指向同一方向 历代中原王朝财政紧张的原因 并不是中央财政的集中能力太弱 而是因为历代王朝为巩固统治 不断分散官僚机构之事权 而促成官僚体系的臃肿 以及由于以编户齐民这种广土重民 经济分散为基础的经济结构 形成帝国征税成本极高 反过来又导致基层政府规模的不断恶性膨胀 此时对百姓一害无穷的滥争 却由于社会的机体被损坏 而往往得财有限 根本不负庞大的财政支出之需要 政府为求最后的生机 在明治不可为 却又不得不为的并税式改革的过程中 最终使其走上了节责而鱼之绝路 但其结果只是减少了官吏的中保私囊 暂时获得一些赋税收入 保证眼前的日子过得下去 百姓负担时机并未减轻 一旦博弈的均衡点被战争打破 帝国财政最终往往不可避免的山穷水尽 全面崩溃 从而王朝灭亡 中原王朝的历史极其漫长 但关键性节点却屈指可数 故事皆为千篇一律 汉儿与异族的斗争很重要 这是由于其中设计大一统编户齐民 与封建制共治路径的选择 这和晚清时帝国体恤 与欧洲秩序博弈之重要性如出一辙 中原王朝以编户齐民为根本的体制 大多情况下的财政手段都为临时性 如果需要额外开销就需要另外的筹措手段 古有禁缺制度和盐铁、茶酒、醋磕的垄断掠夺 仅有桑红洋式医疗、教育能源、地产等 国有资源的政府包卖 明王不亡于虫瞻而亡于万利 正所谓百族之虫死而渡将 理论上来讲 完全没有共同体的百姓 此时已经处在肉体消亡的边缘 如果尚能苟且 那是因为肯定还有一些私人关系可以利用 一旦帝国军事冲突 伴随而来的一定是开支的无限增长 其极如火星不能等待 只是可叹 百姓就只能用拖垮上一代 透支下一代的方式 来为以上的新盐铁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买单 随即而来 就会出现流民战争或一族入辱的相应节点 考察历史之目的不在于历史本身 而在于运用历史苦难塑造现实 大道既定 并无可避 秩序真空 近代黄宗熙定律 再次收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